2月16号 江苏一家宾馆起火 造成6人罹难 28人受伤 首先带您收看今天的中国新闻快报 2月16号早上607分左右 江苏苏州魏唐镇一家宾馆发生火灾 当局称 火灾造成至少6人罹难 28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严重 火灾原因和真实伤亡情况不明 找火房屋为一栋四层高的横排楼房 几乎全楼都在冒烟 烟雾中有人爬窗逃生 然而 到场救火的消防人员与警方疑似却在摆拍 有两名消防人员把写着字的旗帜拿走 有多名消防人员排成一排 站在摄像头前 摆拍现场地上是一具具被盖上布的尸体 摄影机架在两具遗体之间 这个时候还在摆拍作秀 引发民众的愤怒 摄影机架在摄像头前 摄影机架在摄影机架上